大家好,我是通風老饕易胖體質 帶你一起吃美食 今年年末的最後一集 要帶大家爽吃 超讚! 是大家爽吃還是你自己想吃? 我 夏天的自肥企劃就是吃 冬天的自肥企劃就是吃 我們來一場台北牛肉鍋平餅 讚的 去年的企劃呢 在吃完最後一口姜母鴨之後 就決定了 就是我們要吃完最後一口 那不然明年來拍牛肉我不好 這次呢我們也找了幾家 有幾家是我自己想吃的 有些是我們自己口袋名單的 有些是朋友推薦的 集結在這一集 適合年末聚餐 順便順道拜年 大家可以圍爐團圓筆記起來 今年呢其實大家陪我走過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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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我是滿懷感激 而且今年又破十萬了 這點小小感激呢 我是放在心中的 所以過年特別早的2023年 我也準備好了 有小禮物想要送給大家 我們先去吃第一家好不好 先吃再說 總結一下今年了啦 出發送吃 去牛肉火鍋湯店 第一個就是先喝他的清湯 因為他清湯給過 怎麼燙牛肉這麼好喝 畢竟我們也是評比過 14家以上的台南牛肉湯 我喜歡他的湯耶 他的湯是帶一點點 蔬果的甜味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他的牛腩香氣非常香 入喉清甜 但其實底韻濃厚 底韻又來了 底韻來了 尾韻也來了 尾韻也來了 尾金也來了 我覺得他的湯真的蠻好喝的 他有一層淺淺的油浮在上面 這個就是他滾牛肉的時候 那個牛一起沖下去 他煮牛腩的時候 應該就是用這鍋湯 非常棒 他牛腩也是給很厚的大塊 基本上就是牛腩腳切 他的牛腩 腩跟腩之間肉這樣夾著 有沒有 中間夾著一層筋膜 然後這樣挖開的時候 我現在嘴角 還黏著 來到牛肉火鍋店呢 他菜單上只會寫什麼 現宅牛肉 鮮切牛肉 你要自己跟老闆說 我要花肉 他就會知道他要切油花多一點給你 你要傻傻說 我要這個肉 他就送一般肉來 所以你洗肥的人 就記得 我要花肉 洗瘦的人 你就可以說你要拌拌 還逼你們一定要點花肉 這是花肉 你看花肉的油脂 3秒 1 2 3 你看這個油花肉條 就不一樣 太香了 那個油脂 那油脂的厚度 加上肉的甜度 你這樣一咬油就炸出來 一咬油就炸出來 好好吃喔 這氣化也太自肥了吧 超自肥啊 你摸不自肥嗎 弄給你吃 我弄給你吃 我弄給你吃 我要那個蛋仔麵燙的吧 1 2 3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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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的湯 本身帶有一點點香氣 它在那個牛肉上面 一般肉 我覺得它的一般牛肉就是厚 就是你在台南牛肉湯裡面 會喝到比較厚的 然後肉質感比較重 然後它的油花比較少 可是它的牛肉是很香的 鹹嫩 這牛舌湯也超讚 我沒有發現這牛舌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湯牛舌 剛剛這個入口情況啊 那油脂這樣軟 來來來 我的媽呀這個 你看我看表情就知道了 真的 因為我的表情不會變冷的 牛舌不厚切 它覺得更好吃 當然是更好吃 上層 是Q牌 內裡 素口 神話 我剛剛那塊真的是 絕一絕耶 來 來 好好吃喔 我覺得我吃得到它舌頭 一個很細紋的感覺 非常肥厚 然後裡面一絲一絲 然後加點那個油 然後在嘴巴這樣融開 我會想像到 它是多麼好的一種 我覺得很好 它還在這個時間上 好棒喔 幾百一能夠點 拜託 一人一分 剛剛我遇到陶客 然後隔壁桌陶客說龍鳳筋 用炒的龍鳳筋一定要點 所以我就立馬點了 它龍鳳筋的意思應該是說 它有筋有肉 就是龍鳳 這個龍鳳筋超好吃的 帶點微辣 然後那Q度嫩度 一定要龍鳳欸 它不是只有筋 你還咬得到肉 OMG 這一定要點 我覺得它爆炒的那個醬油香氣很夠 火鍋蛋它的油點有到一個地方 那個醬油香氣這樣拔上去 好好吃喔 這是什麼 現宰牛肉可以吃生牛肉 台灣牛肉可以吃生牛肉 今天直接從台南送上來現宰 然後急速冷凍加上蛋黃液 然後再加上透切 那台式吃法就給它加 哇沙米 超台你知道為什麼嗎 後切牛 後切洋蔥 哇沙米 醬牛 我覺得很好吃欸 我來我會甜 哇沙米 我們也蠻好吃的啊 多了一股蛋香 就點這盤想吃 牛種呢 我覺得它厲害的是從它的湯頭開始 它的湯頭2000點 然後帶一點牛奶的香氣 是我很喜歡的 我們是油花派的 我們是重度油花使用者 牛種有三寶 花肉牛舌黃鳳精 bonus 這盤生牛肉 如果你也是油花中度使用者 不推 第二家評比我們來到的是新開的 所以我們還沒有吃過 想說來挑戰看看 我覺得它這邊牛分三種牛 第一種牛是 台南溫體牛 是燃牛 和牛 我覺得我直接變成 蔣家莊的牛肉餅皮 台南溫體牛 如果你是想喝到台南牛肉湯 那種正宗牛肉湯的 溫體牛的感覺 我覺得這邊很捷徑 我自己沖它 它是那種肉味比較重的 肉甜 牛肉夠Q 夠厚 夠太緊 這家的湯頭我覺得是清甜流派肉 它是蔬菜甜 它直接把五排留給牛肉 這個是用他們的自燃牛 這基本上可以叫牛排湯了 這就是火鍋牛肉後切 這個肉質來酥酥酥 自己用手法去防 台南溫體牛肉湯的感覺 有點來跟溫體牛 較勁的異味 你在外面 基本上喝不到牛排湯 因為國外牛排也不會弄熱湯 對吧 我本來以為行門歪道 但是我進去 我覺得肉好吃 牛的油脂 會吃起來很像牛小排的感覺 所以你吃起來很香 它基本上可以比你花肉 可是多了一種牛排的風味 阿和牛還能再上去嗎 還能再上去嗎 外面的和牛火鍋都是薄薄的 這超厚的 這個油花太扯了 和牛它的香氣跟油脂 完全跟牛排的第二種自然牛不一樣 和牛它的油脂更厚 如果你是油花煮羞 你可以點 因為一般我們去吃那種和牛火鍋 一片薄薄的 不進去 哇 入口即化 怎麼見 可是它真的是在嘴巴裡 哇 怎麼還在 油花 然後它的牛味 沒有第二款自然牛這麼濃 可是它呢 是油脂的清香 如果你不敢吃油的話 我建議你們可以吃一般溫體牛 就OK了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吃牛味的話 我覺得自然牛是一定要點的 但是如果你吃不慣外面的和牛果汁 我跟你講 這個厚切和牛 可以 這個蒜酥炒牛肋條 OMG 這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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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一咬進去那個牛汁 這個超下酒 然後那蒜酥好好吃 由花絮畢業的 滿娘歸進我們 鎮湯肉 那清修下來的肉 我們可能可以當炒肉 那有些肉它就是當鎮湯肉 謝謝滿娘 好 好 肚一定要辣才好吃 哇 這個肉吃了 油亮油亮 油心喔 反正 像當我以為牛肝我變不出新把戲的時候 我真的不是老手欸 為什麼 什麼把戲 牛肝 殺爆 牛肉丸 它是丸充丸 當然是爆漿殺尿 牛肉 也是好吃的 是有彈性的 等級大概跟牛老大牛舌差不多 我最後一口 綜合牛肉湯 這次的牛肌是 終究是 牛肉湯 三角牛招兄弟的 這邊有點適合 那種四個人很熱鬧的 像熱炒店一樣 老板娘又熱情 整個宵夜他們開到12點 所以你就可以一路這樣 鬧轟轟的吃 這是今年的最後一支影片 為了要感謝大家的支持 還有慶祝10萬訂閱 所以我準備的小禮物要送給大家 每年我們都會製作 不同生肖的紅包袋 去年是虎咬豬 今年是兔子啦 肉蛋吐司 除了紅包袋之外 為了10萬訂閱我們還準備了一個 老饕俱樂部的徽章 這是鏡子跟安城 連媚設計的可愛徽章 前面這個字是安城做的 後面那個圖是鏡子做的 超可愛 這個我們準備了 一百份兩個一組 想說感謝大家今年的支持 又是老饕又領錢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填表單 到時候我們會抽出一百個幸運的超可愛 明年 有繼續跟我們一起爽吃好嗎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想出牛 沒有裝可愛喔 感謝烏魚子跟辣雞子也跟我們一起來 這就是你們兩個之前有來吃過對不對 我們狂來 你們甚至 還有朋友的 生日Party 用Party其實也只有三天 對 對牛肉鍋很有想法 因為我是虎姓 虎姓牛肉鍋 虎姓牛肉鍋 那主修 主修是飲料 主修飲料 OK 那妳主修 我主修 我一直想不到 可能是 好可以 愛情炒炒可以 大家 主修 愛情炒炒可以 可以在下面留言 這邊來地點的熱炒是什麼 三菜炒牛肉 地點 真的超好吃 而且它點炒炒 好香 那我不想製作的話 點熱炒而已 喔 它會一口 對啊 喔 它國際帶了一點酸香 你覺得太髒嗎 我看懂你的手勢 你的手勢就是你來你點 你來你點 對不對 這盤太好吃了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這盤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覺得我就推 我推到這裡 我推到進來 對不了就 我就推到那裡 我覺得這好好吃喔 它的蒜頭粒也恰到好處 然後它的酸 它的鍋氣 然後咬到辣椒的那個香 Oh my god 我沒有要讓欸這個 比如旁邊很均勻 就是晚餐的時候 可以來外帶一個人 對 對 4秒 4秒到了 那我剛剛有超過4秒 超超過 對牛肉一場偏執的牛肉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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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地今天來到響豬牛 特地邀請 黃金4秒半 蒜牛肉女郎 它連別人手上的牛肉都想要控制 對 請問怎麼算 專業的 控制的 夾人 好 準備4秒 已經過了 沒有 他沒有過 他沒有過 看起來超好吃的 你看 很紅色 很紅色 沒錯 我點的是花肉的部位 不像花肉 其他都不要 就是原味燙 沒錯 就咬個兩吃 我真的覺得要這樣 要這樣算 就把牛肉的鮮 補在那個湯 不會是牛串 服氣服氣 先把番茄當成湯餅 放上花肉 肉不能放太多 因為太貪婪 你的湯就會太血 先一半 先燙熟 讚喔 有沒有 Oh my God 那裡面的肉 它侵犯很重 沒有 你都吃完了 我吃完了 一口就要 你還要再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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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差點連隔壁桌跟內桌 跟那邊 黑巴的都滾 我要教大家一個 很可愛的吃飯 他們家的特色是這個 豆皮籽 對 小排 然後放進去 抹棉被 牛肉蓋棉被 這好像可以在 稍微手裡 而且看起來很好吃耶 嗯 天啊 Oh my God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這牛筋牛舌選一個 一個人是帶了一束牛筋 然後這樣子想要跟你 就是跟我一起約會嗎 牛舌會這樣 沒有牛舌花 他把那個後接牛舌 那個玫瑰還有他的處理過 然後另外一個是 端那個牛肉湯 請問你會選 十八重真的難提給我 請選擇 我可以把他們 三個一起跟我們四個 坐一桌一起吃嗎 一起選 牛肉湯渣女 我覺得這種店比較適合 那種家庭聚餐 就是爸媽來然後直接 點一桌熱炒 然後配一點點湯 今天這個是蠻顯的 然後 就對我來說 這邊今天 我真的覺得好吃 可以推的 就是它的熱潮 最後今天來到口袋名單 雙元牛肉火鍋 小姐 請問妳一個人嗎? 我打次不是一個人 最後一家狗狗跟我們一起 YA 他們今天是自助自人 所以自己選太平 這邊必拿 必拿 直接拿兩盤 不要太多 火力敲大火力要拿 我跟你們說我超早以前就打了定位 結果老闆忘記我的定位 結果變成一個大包廂 所以如果你有兩個家庭 要一起去這邊吃喝 也OK 這間綜合評比下來 我覺得它的特色 我不用吃 就可以直接告訴你們 就是肉 肉上面有幾種點板 我不要告訴你們其他人 你就聽我就對 你就是點雙醬 就是雙醬 半斤就是這種大牌 像我這種半斤女孩 就是一個人吃半斤 像她這種四兩女孩 為什麼我是四兩 因為雙醬就是所謂的花肉 就是它的油花夠多 夠漂亮 這間的特色就是它的肉片 夠厚 很厚耶 夠水準 讚 它就是屏東雙元 屏東就是有這個水準 對啦 改天我們再去屏東吃 我們派出我們的蒜牛肉手 她太想要自己蒜 她想要挑戰 牛肉女郎 1 2 3 好 起鍋 哇 我們享受很多天了 和果果了 我差點要說我是牛 牛奶 好嫩喔 這個肉很厚耶 而且這個油脂很多耶 雙醬 淡淡的那種溫體有的味道 三間的肉齁 沒有一間這個甜 厚度夠 夠甜 溫體 你就是每個人都得我當半斤牛郎 可以嗎 答應我嗎 半斤牛郎嗎 半斤溫體牛郎 OK 因為我覺得它這邊的肉是很清甜的 所以它這邊你可以吃兩種風味 就是清甜的肉 今天吃到很爽之後 你再來加醬 醬 跟前面那幾家不一樣 它是汕頭風味的 他們手炒的沙茶醬 絕對不要客氣 超香 這醬超讚 這跟前面的台南風味不太一樣 它就是汕頭風味 這是在今天的特色 醬跟牛肉 我喜歡喔 就是這個顏色 就是這個梅花 醬 它真的好厚喔 好好吃喔 這是沙腸 我覺得你們聖誕節如果沒有人約你們 你們跨年沒有人約你們 你們過年沒有人約你們 你們就自己來 點給它個一斤肉 嗯 一個人有什麼關係 這是聖誕紅跟過年紅欸 喜氣的紅色 它就是讓你吃牛肉的原味 所以它的湯底呢 是清甜的冬菜香 剩下你要自己熬 因為它的蛤蜊也 夠大夠新鮮 它就在魚市場旁邊 你自己熬湯底 有點蛤蜊的香氣 海陸牛郎 這個芋頭丸喔 不好吃一樣砍頭啦 這是我這輩子 吃過最好吃的芋頭丸 沒有之一 它是有一個方塊丁的芋頭欸 芋頭 它不是芋泥 是芋頭塊 看 喔 在裡面 沒錯 它就是這麼優秀 這我應該可以吃芋頭 慌望的芋頭 Oh my god 它芋頭是泥狀的 所有吃芋頭丸的愛好者 沒吃過這顆 你們會後悔啊 這好好吃喔 超爆 我要想問老闆說 這個從來寄過的 我問過 我問過 然後我就問說 百娘你們這個芋頭丸好好吃喔 你們在哪裡進貨的啊 會跟我說 我也想要買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這是屏東 親戚自己在屏東做的 我屏東只給他交貨 所以外面買不到 你剛剛跟百娘交一下朋友 百娘 你願意告訴我 這芋頭丸我可以私下買嗎 其實那時候我就問了 我說那我可以買嗎 然後百娘說不行欸 不行 我真的買不到 雙圓有三寶 沙茶醬 雙醬牛肉 芋頭丸 為什麼會弄到 我好想嫁給老闆喔 我好想嫁給老闆喔 來點麵雙尾巴 自吃乾拌麵 嗯 牛肉火鍋 基本上就是跟牛肉湯一樣 分別有不同流派 從湯頭啦 到牛肉的切法啦 到你要跟誰一起去吃 那感覺都有差 今年是真的做滿多企劃 有老套brunch也是今年起來的 然後 淘寶計畫也是今年起來的 然後 我們也跟很多神人fit 也是今年 我們一人講出一個 今年回顧 最喜歡 自己最喜歡的集數 我覺得是東港黑鮪魚 就是前年說 我有一天一定要去拍黑鮪魚 然後我隔一年就做到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一個小小里程碑 在週年計畫的時候 然後也收到很多大家的祝福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喜歡啦 我個人心目中有兩集 但是那兩集其實 雖然是我一趟旅程拍兩集 喔對耶 對 就是在台南 一集是早餐的老套brunch 因為不僅吃得很在地 然後知道台南很多很超的店 像那個霸粿 我永生難忘 再來就是我很喜歡的那個淘寶計畫 因為我太喜歡烏烏米糕了 那妳呢 那妳呢 我剛想的是新竹淘寶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那一集 就是會覺得那一趟旅程 還滿感動的 然後覺得 妳要哭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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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 喔 滿真的很深入認識新竹 然後又覺得好像真的有放鬆到 然後整趟旅程都很舒服 就覺得新竹科技城還有這麼有人情味的地方 真的很讚 新竹讚啦 我知道十萬訂閱 大家一直在狂猛敲碗的 就是半桌 相信我 這件事情我真的有放在心中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吃版豆 就是那種叫到鐘頭才來做版豆 兩桌 好啦 目標十萬訂閱 我們就來版豆 好不好 我愛亂開支票 我就敢亂花 所以 我真的已經在計畫 半桌計畫了 半桌預計會落在明年的三四月左右 大家可以敬請期待 然後我發下紅月明年還很長 半桌晚我就要開啟動世界小吃 這是我心中的紅月 所以這集算是一個今年的總結 要給自己一些難題 對對對 這是一定要的 不給自己難題要怎麼前進呢 那大家也歡迎你們出難題在下方 可以在下面留下你今年覺得最感動 最喜歡的集數 或者是留下你想要看到未來的集數 你也可以去填表單 準備抽紅包囉 那我們就明年見 掰掰 這個是今年的成果 成果發表 你的莫成果發表 海娘說我平均什麼都可以 真的 他只想拿最熱情的獎項 我要最熱情 他最熱情 他最熱情 老闆 老闆 我訂不到牛市 我訂不到牛市 台南上來 我就想內用看看 當我訂到牛市 我就補差一家進來 好好吃喔 可以公開長相的好吃嗎 猶豫了 猶豫了 手都猶豫了 可是我們還沒有破百萬怎麼公開長相 大家都沒有訂閱阿 好 開始勁 開始勤了 大家可以訂閱嗎 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始小鈴鐺 你哭不哭啊 你哭不哭啊 你哭不哭 真的哭不哭 好扯喔 真的好扯喔 你幹嘛哭 你可以跟大家講講嗎 哈哈 太可愛了啦 太可愛了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自己都覺得自己黃沒有辦法 哈哈哈 連拿到都還沒拿到 剛剛我只是跟俄羅說 我收到十萬訂閱獎牌了 然後她就要哭了 我只看著迷路侵入來的人欸 十分日常的一天收到了 跟大家一起開箱 YouTube 還是別的Tube啊 十萬訂日獎牌 收到了 你還記得第一次訂閱嗎 謝謝Susan 會拍到我的臉 現在是看到我的臉 想看到蒂公的臉的整金色角色 好不可惜喔 感謝所有套客陪我們一起度過一整年 賣相十萬訂閱 明年請繼續跟我們一起搓吃好嗎 為了你要搓明年一百萬好嗎 好嗎 哈哈哈哈